今天要來講就是 當你衣服的袖子太長時 你要如何去修改它 我現在先把衣服對著 然後呢 兩邊的袖子的接縫處要對好 對好之後呢 就把布剝平 把它剝平 那我現在呢 現在要拿出筆 那要在我要修改的那個 要修改的長度那裡做一個記號 好 就是你要改短的地方 那個地方做一個 畫一個記號 好記號畫好之後 就拿出你的尺 那我大概是在 我大概是留大概兩公分的縫份 好之後呢 你就畫一直線起來 好 好 再來呢 我就拿出我的剪刀 沿著我剛剛畫的直線的地方 好 就是這樣子慢慢剪 記得在剪布的時候 你的剪刀要拿正 這樣子 這樣子你才不會去傷到那個 呃 才不會去傷到剪刀 那我現在在剝 在剝這個衣服的裡面 是在看裡面的縫份 我有沒有剪掉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沒有剪掉的錯 所以呢 裡面多餘的縫份呢 你要再拿剪刀把它修掉 不然的話 你在車縫的時候會太厚了 好 那剪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進行車縫篇 那你的縫刃機 或者是平車 爭取的話 先轉到2 那我等一下呢 要示範的衣服呢 是另外一件 對 跟我改的那個長度的那件衣服 是不同件的 那我就是 呃 我今天要車的話 是在我的袖子上面 車一條 裝飾條 就是跟一般的那個 呃 車髮是不一樣的 那我會先整 我現在先在那個袖子的接合處 先拆一小段 先把一小段的車線拆掉 拆完之後呢 把衣服翻到背面 好 拿出我們的裝飾條 我現在呢 先量一下 就是裝飾條大概要才多長 那這個裝飾條 你在手工一瓶店就買得到 其實它是滾邊包邊條 只是我拿來車 那個袖子上面的裝飾條 那我現在呢 要先把我的縫份呢 朝往我的表面往上摺 一般都是往裡面摺 但是我今天的做法就是 縫份是朝表面摺 而且你會發現我摺的縫份很少 對 因為我這件衣服 它的袖子太短了 所以我摺的縫份不能太多 那至於要摺的縫份多少 就是看你自己 大部分一般的話是 最多啦 最多的話 是1英寸 然後有的人也 有的人大概是 往上摺6分或是7分這樣 那你會看到我結束的地方 沒有倒針 對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車 那個裝飾條在上面 所以我就不倒針了 那現在縫份車好之後呢 在中心的地方做一個記號 那裝飾條也是一樣 中心點做一個記號 等一下我們在車縫的時候呢 記號要對著記號 好 那我現在呢 先把我的裝飾條放在我的袖子上面 那我們等一下先車右 先車右邊的壓線 那你會看到我的裝飾條是 整個覆蓋在我剛剛車縫縫份的上面 對 我就是要把縫份蓋住 這樣看起來才不會醜醜的 那因為我今天下層的布 它是彈性布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在車的時候 我會把下層布 往前推一點點 就是要把布吃進去 那還有 你在車的時候 最旁邊右邊的 就是 排身那一條露出來那一條啊 你記得就是它的寬度要一致 對 這樣看起來才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那我現在測到記號的地方了 那一樣 就是我的洞 就是呢 我的裝飾條 跟我整個袖子長度 再比一下 那一樣可能還是要稍微吃布進去 好 那我現在右邊的壓線已經車好了 現在要換車左邊的壓線 那左邊的壓線也是一樣 那在車左邊的壓線的時候 記得布要撥平 如果說你的布沒有撥平 然後 就是讓它就是怎麼講 產生扭曲的狀態的話 那你等一下那個裝飾條車好之後 就是表面會看起來不好看 對 如果你像我這樣子有寶布撥平的話 那它起來的話 就是整個是平整的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把我剛剛開的那個 拆掉的那個車線的地方 再把它結合起來 那你要非常的注意喔 因為我現在就是上下層都有裝飾條 那你上下層的裝飾條都要對好 就是你要記得一點就是 不管是緊接或者是你車的什麼物件上去 需要對齊的地方都一定要對好 好 車好之後呢就翻到正面 好 那這個就是 鞦成上面撤一條 裝飾條 好 那這個就是 好 那這個就是